那市民可以享受现在全国所有的通计通校 通学月票的最平方案是299 我们这个是劲爆方案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那最中章投票 我就会小联盟的话 分为市民非市民 那市民可以再降低 因为南部的高级男 他们都是999 一个价子一个价子999 那北部是1280 他就均一讲 没有分本市或本市市民 但是我们台中市民 可以讲说更便宜的是69 我们之前就推出了台中市的公车市民限定 所以台中市民大概有170万人以上来进行榜场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已经有掌握资料了 所以我们有办法区别他到底是不是市民 我们有办法区别 那也因此呢 我们如果是我们台中的市民 我们就很容易让他去拯救这个更严密的方案 那如果是非本市的市民 那他就没有办法享受 那因为其他的现实 不只是张文苗 包括北北七桃 包括南高平 他们未必有这些资料 可是我们之前已经推市民限定 我们走得很早 所以我们有掌握这些资料 我们有办法区别他 是指示A 那外界人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资料 他自己就去买一个这样的链票 那可是在台中市民 我们是有办法认识 他试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don'tю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